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這個阿彬總統 這個入聯聖火的這個跑步活動 那麼現在台北市政府非常強硬 說這個總統應該不至於那麼昏庸 不會違法 違法那麼一切依法辦理 旁邊今天說說不是要把他抓起來嗎 好久來抓 抓看看 為什麼馬英九的青春鐵馬刑 去到泛律執政的縣市也不動 都不怎麼也不申請 為什麼他在台北市要走這樣就要抓 而且是總統 怎麼來看待這樣的事情 他說不必 台灣已經有來獨立了嗎 已經獨立了嗎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什麼人說的比較有道理 難道不能夠 你拚你的競選 我拚我的競選嗎 另外我們也看到說 現在說一階段的投票 馬英九說會混亂 這樣我們要讓大家報告 一遍領三張票會混亂 我們今天要拿政治給大家看說 以前他們國民黨在辦的時候選 要領過幾張票 這樣感覺有混亂 為什麼國民黨辦的都可以 民進黨辦的都不行 我們再看到那個什麼 現在說郵件 蓋什麼入聯 台灣入聯說不行 我今天再給大家看郵件 以前的郵件是 裏迫什麼程度 這樣可以這樣就不行 現在有兩種的標準 我們再看到 這個達賴說建布希 結果有美中公 把Google什麼Yahoo 整個都關起來 這樣我們要讓大家說 那個國家這樣有信用嗎 可以信義嗎 可以投資嗎 有保障嗎 今天我們要來深入討論 來 趕快來介紹來賓 蝶尾是《全時報》周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 國動兄弟好 好 台灣 好 另外呢 是謝長廷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謝這個趙天琳 天琳你好 彭義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政治記者陳立宏 立宏 你好 大家好 以及這個政治記者 鍾連晃 立宏 你好 彭義國動兄弟好 好 另外是台北大學 攻刑系的副教授 胡漢君 胡老師 你好 彭義豪大家好 好 資深的媒體人陳金蘭 你好 大家好 針對今天台北起敬戶的強硬 那麼阿彬總統也深不以為然 那麼我們再看好市長跟 馬前主席他們怎麼說 來 我們先來看 尾西亞 拿著厚厚一疊公投連署書 連陳總統都親自下鄉 推銷入聯公投了 怎麼又傳出台北市認定 入聯路跑違法 揚言要嚴格執法呢 給你好大 給我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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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授要來造行為 我不相信說他們一趟無邊難聽 但是台北市已經動立了 但是國民黨所情的關係 不是我們台灣的一部分 不是我們韓基礎 我不相信 他們可以准他們騎腳踏車 不可以准我們來造行為 晚上就分大小孩 他以前騎到六車沒心情 什麼說我現在要造行為 說我不行 奇怪了 我比較小孩 我比較小孩 今天要辦的這個活動 絕對不是一個體育活動 而是一個政治活動 政治活動 我們並不是說政治活動就不准 而是你必須要依法來申請 我相信總統不會這麼的昏庸 不會做違法的行為 台北市政府執行公權力的決心 絕對不容許任何人 或任何政黨來挑戰 總統當然他是全國這個 最高的領袖 不過他還是要守法 這應該沒有什麼折扣好大 好 現在看起來 郝龍斌跟他大將而已 他不知道要發生什麼 你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來看 是不是找台北市警局 就當場抓人 抓人 或是說旁邊 這樣自己圍起來 旁邊不可以走 或是說自己作聚 把總統府圍在裡面 讓你走不出來 我實在不知道 但是我想到後來 他就是以違反機會的行為 自己移送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過我看 我先舉馬英九為例 馬英九今天講說要守法 請問馬英九先生 為什麼你要去桃園的免稅 桃園機場的免稅區 那是進行管制區 管制區 你結果你是要用 這個所謂的 無治癢夾帶的方式 自己擁明 結果明明又不合法 你沒有任何身分 可以進入 桃園機場的管制區 但是 你也不可能 讓桃園機場是依法 自己駁回 無治癢夾帶案 你看看國民黨 包括馬英九自己 跟聯合報 或者是這些統派媒體 是用什麼角度來講 都愛他被打壓了 馬英九合法了嗎 你守法了嗎 馬英九明明不守法 還無理取鬧 然後還透過媒體來施壓 但是我們來看 馬英九的青春鐵馬行 全台灣早一年 他今天也生日 說他是事前有跟警察報備 沒需要申請 事前報備就好 同樣的 這個路跑活動 好龍兵說 這個叫做政治活動 請問 馬英九的青春鐵馬行 大家也知道 他是要去走 他是要去拉票 那不是政治活動嗎 所以你能看出來說 好龍兵 他是要出來亂 但是我說這樣好 我跟他說這樣對 是怎麼樣 因為好龍兵 曾經在民進黨裡頭 當過環保署署長 終究還是有一點念舊情 因為我說實在 這個小馬大幫忙 這一小馬弄得出來 我說真的讓我們一種 我覺得不公平的氣 那一種感覺來了 我們一定出來跑 我是覺得說 這個事情其實不是單一事件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深思 你看看 現在是說 不准你給我路跑 違法 不然你試試看 然後再來 說這個路跑 泛藍的縣市要抵制 第二 你會記得嗎 這邊的這個什麼 一階段投票 他也給我泛藍的縣市要抵制 再來第三 民進黨黨產的公投聯署 台北市政府有配合驗策嗎 沒有 他不跟你驗的 第一 北北紀要一天一本會記得嗎 再來 這個中正紀念堂 要改名他有抵抗嗎 抵抗 到現在也沒辦法給你改 我要說 一連串的事情 他今天說什麼 他今天說 那個什麼 那個健保費 他告辭 同樣不會叫 他說不會叫 他說 沒關係 中央機關很多都在台北市 我不知道他要創什麼 不然你想一想 國民黨還真是一個白癡政黨 你每件事 你在立法他們的法案 把它抵抗 已經任命了 已經沒力了 你剛才在玩了 如果你連這種 你再去抵抗 還證明說 民進黨不是沒力 民進黨是沒辦法做事情 怕你總統要帶頭來走 你要怎麼動 你要用鐵絲網搶起來 還是要用警察說 有的那個 抵抗違反職位 遊行法 劃三聲 把你總統驅散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你如何表現這種態度 如何對抗的心理起來 我相信那天要走的時候 有的人為自己找到 不一定說去那集合地點開始走 半路插下去也可以 你鐵絲網是要留在哪裡 你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水道要表現那麼硬 不是要抵抗安全 怕你喉嚨兵 不是你在選總統 你已經是台北市長 如果你如果知道 這個局勢 應該是很和平去做的 不要發生什麼大事 你應該為了台北市民 這個安全和生活的安定來想 你應該跟總統府說 說你的路線最好是比較縮小 讓大家不要交通不方便 你如果可以這樣表現 大家知道 你還要算一個理性的 哪行的市長 你怕你表現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